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介绍单行函数的下一大类函数 数值函数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本次课我们会介绍比较常用的数值函数有哪一些 第一,ABS,第二Seal,第三Floor,第四Mod,第五Power,第六SQRT 第七,Round和Trunk 好,我们挨个来介绍 首先看一下ABS函数 ABS函数的话呢,是求绝对值的哈 求绝对值,写一个例子 CNAC的ABS括号-10FromDual 看一下,结果是10哈 也就是得到一个数值的绝对值 如果我这个参数是正数的话 他肯定返回的就是他原来的值哈 这就跟数学上求绝对值是一样的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Seal Seal跟Floor是对应起来的哈 Seal是天花板的意思 比方说Seal10.5 FromDual 天花板就是大于等于10.5的整数 当然大于等于10.5的最小的整数 因为它整数有很多嘛 我只能得到最小的那一个 那就是11 同理如果是Floor的话呢 Floor是D版 代表小于等于10.5的最大的 那个整数就应该是10 好的,这个就是Seal和Floor的用法 Seal记住天花板大于等于 指定参数的最小的整数 Floor是D版的意思 是小于等于指定参数的最大的那个整数 这个就是Seal和Floor 其实我们好像平时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接下来看一下Mod Mod函数是球鱼的意思哈 之前在介绍算数运算符的时候 如果有些已经有过编程经验的同学哈 可能会发现为什么没有球模这个符号呢 它的确没有 它只有球模的函数 CNAC的Mod5对2球模 也就是球鱼数哈 会是多少呢 5除以2 等于2于1 鱼数是1 请注意 好,这个是Mod 还有Power Power是球指数哈 Power 球指数密 比方说2的三次方是多少呢 2 逗号3哈 2的三次方是8 或者说2的平方是多少呢 2的平方是4 注意这些参数与参数之间都是用逗号隔开的哈 这个就是Power函数 Power函数之外哈 还有个SQRT 球平方根比方说4 平方根 4的平方根 哎,我们大家都学过哈 是2 好,如果是6的平方根呢 呃,就是一个小数 那如果是负数呢 请注意 负数就会 负数的平方根 直接报错哈 好,这是SQRT 球平方根 接下来这一对 Round和Chunk 也是经常使用的 请大家特别注意 CNAC的Round 4.5 FromDewer 和CNAC的Trunk 4.5 注意这是4.5 并不是逗号哈 FromDewer 我们看一下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呢 这里是省略了一个参数 就第二个参数 逗号0哈 写和不写实际上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什么效果 Round的话 得到的结果是5 Trunk的话呢 得到的结果是4 什么意思呢 Round其实是截断一个数字 截断它的第一个参数 从哪里截断呢 第二个参数指定 0就代表 整数小数被截断掉 好,如果是负1 就是小数点左边第一位 被截断 如果是正1 就代表 小数点后面一位哈 就是被截断 OK 截断保留 小数点后面一位 截断保留 小数点 左边负1 就代表左边一位 如果是0呢 截断保留 整数 那Round的话 很明显就是 从整数位开始截断 而且要四手五入 那么Chunk的话呢 从整数位开始截断 不四手五入 他们请记住 0 负数和正数 代表什么意思 看到没有 正数就意味着 我截断位是保留整数 直接就被变成0了 如果是这边的 负1 也是从这个整数 就小数点左边第一位哈 开始截断 也是0 除非我都加上一个 这里就是10了 从左边地位开始截断 这个地方呢 也是10 因为上面也四手五入嘛 四是舍掉的 底下是直接截断 好的 请注意 这个就是Round和Trunk 截断一个数字 只不过呢 它截断一个是要四手五入 一个是要整体阶段 不四舍五入 那第二个参数 可以是0 也可以是负数 也可以是正数 如果是正数 代表保留小数点后 第几位 如果是0 代表只保留正数位 如果是负数 代表保留小数点左边 第几位 好的 那到这里为止 我们就已经把常用的几个数值函数 介绍了一些一遍哈 将来呢 我们如果在做开发过程中 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些函数 我们可以临时现学 好 本次课呢 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课 再见